我脱鞋掉了 宁萌 太过分了吧 宁萌姐 你总算回来了 我刚才都进去送了两次咖啡 全都被撵出来了 一会儿闲凉 一会儿闲天 你不在我们都压不住厂子 什么情况 陆总之前不是投了一个 麒麟家居的项目吗 那个唐总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背着我们跟一家 叫做采黄资本的投资公司联系上 又要找他们的老板静海洋通 把我们给甩开 陆总已经把所有的资源 全都对接给了他们 可现在结果被人家收割了 任总还一直蒙在鼓里 什么都没察觉 陆总就爆发了 你们可真行 煮熟的烤鸭都能飞了 煮熟的烤鸭 陆总气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陆总 唐总的秘书小轮跟我说 头几天唐总病了 是不是没注意到电话 病了 我看他病得是不轻 想想你插嘴 出去 好的 等会儿 站住 我要渴了 会到时候喝的 您想喝茶还是咖啡 茶 热的还是冰的 冰的 加糖还是加奶 奶 好 陆总 谁说我要喝茶的 谁说我要喝茶的 我跟你说的我要喝咖啡 按您的要求 咖啡 热的 加糖 同一批次的埃塞俄比亚原生种 味道没变 各位总门 想喝点什么 他们配喝吗 他们各个脑子里都是水 他们不渴 你们渴吗 不渴 不渴 一点渴的感觉都没有 陆总 这是新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这是今晚要参加的 年度投资人颁奖典礼的流程 还有与会人员名单 里面有几个您之前就想约见的 投资人 陆总 一会儿会议室还有一个会 是银行那边提前一周约的 他们现在应该都快到了 要不我去跟他们说 让他们先等会儿 等您处理完这边再过去 林某 你是不是找能耐了 替我拿主意 谁跟你说过 我要先处理这边的事 还有你们三个 不要在这儿杵着了 关于今天这个事 每个人写一篇分析报告 下班也先交给我 姐 我特别好奇 你是怎么把陆总的漫目得那么准 他嘴上说喝茶 你怎么知道他要喝咖啡啊 陆总这人就这样 他喜欢玩餐历语 喜欢玩指东大西那一套 明白了 返向上做的 不对啊 姐 那陆总有的时候说要喝茶 他是真要喝茶呀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生人啊 没办法 身经百战 说能生巧 姐 三年 我的孩子都会哄 是啊 不过我总算就要熬出头了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当秘书了 先不跟你说了 银行在那儿来了 接待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关于咱们这个项目 决策层面上的大事 您秘书 你能做主吗 我当然做不了主了 但是这也没什么影响 因为 陆总并不打算提高估值 你刚才说 鸾秘书给唐赵旺 当了三年的秘书 是吗 是啊 这么说来他也不是一个新人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商业机密 告诉你 极点签约 老板先生在哪儿 就生怕你不知道一样 就算你们俩关系再好 他也不能这么失职吧 您是说他们在演戏 是唐正旺故意让他这么说的 唐正旺根本就没想放弃 跟我们合作 只是鬼迷心骄傲 被人够忽悠 还以为可以拿到更高的估值 既然人家派出个秘书打头战 那我的秘书也不能收给人家 对吧 这个 是陆总的意思吗 陆总的原话就是这样 这个项目 如果要投 那就得以他的价格来投 我们给出的估值 已经是在合理范围的最高值了 陆总 唐总 陆总呢 他尊重所有创业者的想法 是 所以就祝您和靳总合作愉快喽 我先告辞 好 不 等等 等等 陆总除了 刚才说的那些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 就是什么想 想说的 我差点忘了 什么啊 他让我转告您 他做投资 是希望和创业者共赢 一起赚一百块 比 怎么在十块钱里分八块 更重要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卵秘书留步 慢慢走啊 红色 我再说 我再说 没有什么事 我再说 我再说 3.9的金铁 铁码 什么铁码 你来 听给你 看 陆总 我这边还事了 你人呢 我在休息区 我过来找你 有毛 你赶紧订个餐厅 一会儿吃个饭 好好好 要几个人的包间 不用 救我俩 送给你 就是 今天什么日子 我肯定不会忘了 送给你的礼物 祝你 有人接快了 这个我不能收 你为什么不能收啊 你配得上它 陆 陆总 你这又是包又是花儿和蛋糕的 不 这蛋糕跟花儿跟我没有关系啊 这个包是我给你的奖励 从之前起啊 你就是十大新势力 投资人的秘书 这出门怎么样 有一个上档次的包 对吧 亲爱的灵练 嫁给我吧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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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吃饭 还是给我订保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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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好 你在说什么 立萌 我告诉你啊 我最欣赏你的一点 就是你从来对我没有一丝的妄想 这点一定要保持 你要说的不是这样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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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做秘书了 我想去项目部 做什么 三年前 我面试的时候 我本来想去的就是项目部 但是阴差阳错的就成了您的秘书 陈差阳错 呸 天赐良机 既然是良心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干 霓萌 你要知道啊 我们这个行业瞬息万变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陆总 今天是愚人节 但您也不能把我当愚人糊弄我 不 这聊聊着你节什么 再说了 我对你还不够重视啊 我亲自送包给你 有哪个秘书像你这么享福啊 享福 你平时的工作就是泡泡咖啡 送入文件 打打电话 智商高点的黑猩猩精工训练 都能干这个活 黑猩猩能接电话呀 我并没有侮辱你的意思啊 霓萌 你看啊 以你目前的工作料 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薪水 已经很不错了 你放眼整个好意 有哪个岗位 会像你这么轻松呢 轻松 哪儿轻松啊 没事 偶尔确实是会加个班 那无非也就是打打电话 发个微信 那不费力气 费点电嘛 好 陆总 今天这事在这儿说不明白 你跟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我家 你家 好 换鞋吧 您在那儿能看清楚什么呀 进来看看 麻烦 还得换鞋 霓萌 你家够乱的了 这哪像女生的家啊 也不收拾收拾 对不起 陆总 忘了您挨干净了 那您眼睛了 那您忍一下 您也觉得这不像女生的家是吧 您好好看看 看看这儿 这儿 你的文件 你的行程备忘录 你的工作安排计划表 这些都是你要送给客户的礼物 还有那儿 都是你的衣服和裤子 经常白天我在公司整理得好好的 你半夜三更一个电话 我就得返工 这哪儿是家呀 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办公室 外加一张床可以消气 霓萌 你把工作拿回家里做 那说明你在公司工作的效率不够啊 还有这西装 干洗几天了 我又没让你把它放在你家 你为什么不给我送回公司啊 你说呢 这儿 陆总使用说明书 你简直比航天飞机还复杂呀 干洗注意事项八条 泡咖啡注意事项十三条 饮食习惯注意事项二十一条 出差注意事项三十八条 白天我在公司给你做秘书 下班给你当保姆 晚上你喝多了 我一个女孩子 大半夜的还得给你当代价 是你有洁癖 你不喜欢别人进你的家 你就可劲对着我一个人折腾啊 你讲完了吗 我白听你 我没说完 你听着 我二十四小时得待命 三秒不接电话你生气 半夜两三点不接你还生气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我就不能有身体不舒服 想要休息的时候 我也是个人啊 我不是人工智能 宁萌 会不会有点过分了 还找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丁萌 我发现你藏得挺深啊 颁奖礼上给我鼓掌喝彩 晚上回家就糟蹋我照片是吧 这个 事不过分了 但是我也需要情绪发泄嘛 我给你做秘书 压力太大了 得够我来你家一趟了 不虚此行啊 表面小白兔 背后大一个狼 虚伪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虚伪 我拖鞋掉了 林宝 你太过分了吧 让我光脚都踩在地上啊 把鞋给我 好 好 好 打他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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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儿